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午 R1 的議程即將開始 將會由 Semi 為我們帶來 新 Core Contest Manager for Python 3.7 讓我們鼓掌 歡迎獎者 就是 Slide 的連結在上面 大家可以趕快弄 不然等一下要切下輪圖影片 今天非常感謝有這麼多人 來聽這個 talk 已經到了第三天 大家還都願意聽技術的 talk 蠻厲害的 我就開始今天的 talk 我要講的是在 3.7 才加入表演的新功能 Async Contest Manager 好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大家可以教我 Semi 然後我有放我的個人網頁連結 然後我現在是在加拿大念研究所 然後我也是一間公司的 part time 的後端工程師 那最主要是負責 就是我們公司 Chatbot 產品 就是可以讓企業的客戶 可以自己架 Chatbot 對 那我主要負責 就是用 Flags寫 API 然後用 AutoBand 去寫我們的 WebSocket Server 所以說雖然我在 Chatbot 的 Company 工作 但我是後端工程師 那我也不太會 NLP 的東西 不好意思 那講解 Async Content Manager 就是 就會分成兩個 part 一個是 Async I.O. 一個是 Content Manager 那 Async I.O. 我原本以為 就是這一次的 PyCon 會有很多的 就在第一天 第一天有一 round 就是都在講 Async 但是他們好像 都沒有去介紹 Async 的東西 那我這邊就大概 帶一下 對 好 那 Async I.O. 我覺得就是最好的 可以解釋的例子就是 我旁邊這張圖 它是一個 西洋棋車輪戰 那 西洋棋車輪戰的一個 算是 表演 對 可以說是表演 因為它英文是 Simultaneous Exhibition 對 那 照片中 就是這個小孩 他是 象棋的 算是美國西洋棋神童 那他叫做 Samuel Rezao 對 那如果大家覺得 你跟他很熟的話 可以叫做 Samuel 也沒有關係 對 那 那 Samuel 我們假設今天 他要對上 24個人 然後呢 Samuel他 每一步棋 只要花5秒鐘的時間想 就可以下完 那他的對手 要花55秒的時間 才下 那我們可以 那 應該是 我們假設他 他一局遊戲 一局棋 他需要走完30個 就是來回30步 對 那在Synchronous的角度來看 如果說 Samuel他跟他的對手 就是 下完一局 他需要花5加上55 然後乘以30 那總共是1800秒的時間 也就是他一局要花30分鐘 那這樣子 我一局一局玩 然後 玩完之後才換到 下一個人的話 他就總共需要 對上24個對手 然後 會花上12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 從 Assign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他可以在 好 他花5秒鐘下完 那一步之後 就換到 跟下一個對手下 那我們剛剛講了 他有24個對手 所以呢 等到他 他 對 第24個對手下完 第一步棋之後 其實 就可以再回到 他的第一個對手 去下他第二步棋 然後 這個時間是切得 非常的剛好 那 所以說 他對 24個人下的第一步棋 就只會花上 24乘以5 那總共是 120秒 總共兩分鐘 那 我們剛剛講了 一局平均有 一局平均有 30步棋 對 就來回30次 所以呢 他就從12小時 因為Assign的關係 省到了一個小時 對 那 我們可以 知道的是 他還是一個人 在下 然後呢 他是 以換位置的方式 去 去下完 應該說 做完整個表演 那這跟ACIO的概念 其實是 蠻接近的 對 那ACIO最主要的是 就是大家要記得的是 他其實是 single third的 就是 我是做完 然後去等IO 然後才會去切到 下一件事情來做 那ACIO 它本身是 以Event Loop 這個東西去控制說 我應該 現在是在做什麼事情 那 它就是一個輪流方式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成是說 他剛剛遇到那24個對手 就是 就是 塞進這個Event Loop裡面的24個任務 然後 底下 我附了一個連結 它是2017年的 Pycon 我忘記是哪一國Pycon的演講 那 他 就是 介紹很詳細的ACIO的東西 對 那如果說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所以 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 有空的話 點那個連結去 了解更清楚一點 好 然後 這張圖影片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我用AutoBand去寫 WebSocket的Server 但是我沒有要仔細講解 這一份Code在做什麼 但是它就是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用AutoBand去實現一個 Async的WebSocket Server 那我大概 大概提一下 就是 我們在中間 第九行 有 有 就是建一個 ProcessMessage from WebSocket 的這個 Coutine 那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 如果要寫一個Coutine的話 就是用 AsyncDefine的方式 那我們要Run一個Coutine的話 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用Away的方式 對 那我們就是 但是如果你要Away的話 你也是要寫在一個Coutine裡面 去實作這個Away才行 所以這就是 Run一個Coutine的其中一個方式 好 然後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的AsyncIo就在這邊 因為 你要了解 AsyncConnect Manager的話 只要知道 這些 AsyncIo知識就夠了 對 好 那再來我就要講 Context Manager的部分 那Content Manager 顧名思義就是 你要怎麼樣 你要自己實作 怎麼樣去分配你的資源 然後 什麼時候要去釋放資源 對 那這些都是由你去決定的 那我想 大家都寫Python 所以應該都知道 就是 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怎麼去寫它 我們通常都是用這個叫做 WebStatement 那WebStatement是在 Pep343 也是 Giton Van Russell 提出的 Pep 對 那它是在2005年 提出的 在Python 2.5 所以 距今已經有14年的歷史 對 好那其實 其實大家現在都會這麼 這麼用 然後可能不太知道說 它其實是從什麼樣的變形 但是 但是其實它就是 我在 TryCatch 還有finally裡面去實作 就是 好我Try 然後分配資源 然後我finally 就是結束完整個Try之後 把資源分配掉 它就是 用WebStatement的方式去簡化 那其實寫起來就是 就是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寫過 C或C++ 其實就是 也是一樣是WebStatement的方式 好那大家用WebStatement 常見的 常見的用法 就是大概就是這四類 比方說 你要開檔案 你要做DB Query 你要 做HDB Request 或者是 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做WebStatement Connection 但是呢 這些都是在於說 你怎麼去使用Contest Manager 那 那自己實作可能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好 那我就 那我就 問一下好了 在 再來這個講題之前 知道Contest Manager 是什麼東西的 可以舉個說嗎 其實比我想像還要多 對 好 那Contest Manager Contest Manager你要實作的話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用Class的方式 一種是用Generator的方式 好 那 其實 完全可以用一句話 就把它講完 你Class的話 其實只要 多實作兩個method 一個是Enter 一個是Exit 就可以解決了 那如果是Generator的話 你就 把你的分配資源 跟釋放資源的 實作方式 寫在一個Generator裡面 然後呢 在這個上面再加上 Contest Manager的Decorator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是 Async Content Manager呢 其實就只是 以AsyncIO的方式去 實作你的Content Manager 就這麼簡單 那 那當然 當然今天就不會 這樣就結束了 那我也 比較詳細的就是 就讓大家知道 Content Manager 它實際上長什麼樣子 以及Async Content Manager 有什麼樣的改動 好 那這邊 可能有點不太清楚 所以如果 大家就不太清楚 可能就看一下 投影片 那就是 剛剛那個連接投影片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是一個 以Class去實作 Content Manager的方式 那 這邊有 Enter Method 跟Exit Method 那我都 我都實作好了 所以呢 我在底下 第十三行 第十四行 就可以直接 用我創建好的 這個Class 就是對 用WebStatman去包住它 好 那它實際上的過程 就是 我先 我這個WebStatman 先把Exit存起來 因為呢 你Exit你要 你存起來的目的是 如果說 好 我今天WebStatman 底下的東西 全部都執行完了 我要去跑Exit 那如果說 中間有任何一部分 失敗的話 它也是 也是需要去做資源的釋放 所以就是 就是 CacheException的部分 所以呢 它也是要用到Exit 所以它 會先把Exit Method 存起來 然後呢 再去執行 我們的Enter Method 好 那我們執行 Enter Method 你可以在Enter裡面 去做任何 你分配資源的事情 比方說 像 像開檔案 或者是 建Client Session 等等的 那Enter Session 的重點就是 我們在下面 With 這個東西 然後S什麼 的時候 你要 你要讓它得到 這個資源的 應該可以說 參考點 對 就是你要去回傳這個資源出來 所以 你這件事情 是在Enter裡面做的 那 那如果說 好 我Enter執行完了 那我 我在裡面 這個FileObject 我們就會 Assign到 OpenFile的 這個變數上 好 那底下就是 我們做 我們就開始做 WebSegman底下的事情 然後 我們就WriteFile 然後 就 就全部結束了 全部結束之後 就Call Exit Method 然後就 就整個把它做完 那這個就是 Class Method的 實作方式 就是Class Account Manager的 實作方式 那再來是 Generator的實作方式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就是把 分配資源跟釋放資源 都 寫在一起 然後在上面再加 ContestManager的Decorator 那它的整個 歷程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上面 包了這個Decorator 那它其實就是把 OpenFile的 這個Generator 拉進 它裡面 Build in 一個叫做 GeneratorContestManager的 這個Class 那使得呢 我們在底下 第10行 第11行 執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要去用 什麼 Enter Method 跟Exit Method 我覺得看 那個 GeneratorContestManager 的Class裡面 實作會更清楚 那它 它這裡面它有 它有自己實作的 Enter Method 跟Exit Method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4行 跟第12行 我們有 Next Self.Generator 那其實就是我們把 Generator的 東西 然後就是去 Iterate它 對 那 就跟我剛剛講的 一樣 我們把 OpenFile這個 Generator 拉進去 那我們 Enter就是 去 去執行 我看一下 Open的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分配資源的這個動作 那 U的F就是 我們把這個資源 回傳出來 好 那 然後到 Wiz整個執行完之後 我們就再 扣Exit Method 那Exit Method 也是就是讓 這個Generator 往下跑 那往下跑 就跑到F.Close 這個部分 對 那Generator的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好 那講完就是 ExitIO以及ContestManager之後 我們就可以講到 ExitContestManager的部分 那 它的重點 其實就是 我們要 讓 我們要同時去 分配資源 然後同時去 同時去使用很多不同的資源 對 那 我們 我們的做法也是有兩種 一個是 Generator的做法 一個是 Class的做法 好 那 ExitContestManager 其實 就是 長得都非常像 那 只是一個 一個Decorator變成 ExitContestManager 然後呢 一個在Class的時候 它 會取名為 AEnter跟AExit的 Method 好 然後 然後 我這邊的例子 我從 我從 OpenFile 轉換成就是 我 實作一個 ClientSession 對 因為 如果說 你是 你是要 用 非同步的方式開檔 其實 有一個套件叫做 AIO File 那 AIO File的 實作過程會 稍微比較難理解一點 所以我用 Session的 例子 去解釋一下 好 那 那 剛剛先講完 的 後講完的Generator 那我就是 這邊就先從Generator 開始講 好 那 Generator 因為 因為我們的 Python的 Coroutine 它本身是用 Generator 去 實作 實作出來的 一個 東西 所以呢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是 寫成 Coroutine的方式 那我們 其實它本身也是 Generator 然後它在 這個ContestManager 裡面也是 用執行 Enter 和Exit的方式 就是去 去做 Next的動作 對 那 那我們底下 底下的話 原本是 WithStatement 然後如果我們是使用 AsyncContentManager的話 那就會是 使用AsyncWith 對 好 那我們這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 我們把 這個Coroutine 把它包成 應該說把它包在 AsyncContentManager裡面 然後呢 使得我有一個 AEnter的 method 還有AExit的 method 可以參考 好 然後就是 直接 直接做到底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19行有一個 AsyncIO.run 那它這個語法就是 我剛剛講的 除了我們 除了我們 除了我們使用Await 去執行一個Coroutine 那在Python3.7 有加入一個新的方法 可以執行我們的Coroutine 就是 AsyncIO.run 好 那我們先把 MainFunction寫好之後 其實MainFunction它本身 也是一個Coroutine 那我就是在 Main裡面 去使用AsyncWith 然後去 跑我們的 Session.Get 就是我們的 HTTP.Get 然後就是再得到它的Text 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是Class的話 Class 會 長得 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其實 我們的概念 都會相同的 我們就是 在一個Class 你自訂一個Class 然後呢 去寫我們一個 AEnter的Coroutine 那 還有一個AExit的Coroutine 那AEnter的Coroutine 你要去回傳 應該說 應該說 產生你那個資源的Object 然後 然後回傳到 回傳給 就是 你正在Await 然後去Assign到 我們底下那個Response 對 我講錯 是 回傳到那個 AsyncWithTheSession AsSession的部分 對 那我們的Session就會是 我們剛剛 我們在AEnter裡面 創 創建的 Client Session 對 好 那 那 到 到這邊 我們就是 就是用 不同的 方法去 使作 AsyncContestManager 好 那我現在 做一小個 Live Demo 我Live Demo 的 Code 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AsyncContestManager As Generator的部分 對 那我就是在 就是讓大家實際的看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 真的Async起來 對 對 好 那我這邊實作了兩個Main function 一個叫Main 一個叫Main 那 那Main它本身是非同步的Croutine 然後Main 它本身是就是 Function 對 那我們都讓它 執行 執行 執行十次的HTTP GET 那我現在 URL是寫我們就是 Pycon 2019的網站 對 那這邊 這邊大概 小小講一下 我這邊是用 AsyncIO.gather 所以就是 我創建了 10個 10個Croutine的object 然後 然後它這邊就會 就在執行的時候 就會print text 0 是完成的 然後0123456789 這樣子 那Gather的重點就是 我這個await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你要在 最慢的 就是 因為你ASync 你可能 你做ATBGET 你會有快有慢 那它是在 最慢的那個 做完之後 也就是大家都做完之後 它才會停止 所以說呢 我等一下如果demo出來的時間 就不一定 不一定會是 我這邊 我這邊執行的時間的 十分之一 那通常測起來大概是在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因為 因為GET其實也是要 就是它去處理 其實也是要一些時間 好 那我就執行 執行這個TESDA PY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底下這個是 底下這個是 是不是 切掉 好沒有關係 就是 底下這個是 同步的 那上面這個是 非同步的 你可以發現就是 它print起來的 順序是隨機的 就是 現在是718163 這樣子的順序 那 那下面呢就是你 012345789 然後很順序這樣print完 那其實這樣子 印出來的時間是 一個是0.59秒 一個是1.23秒 對 所以大概也就是 兩到 快兩到三倍而已 那 我們 去使用 Async Content Manager 我覺得 比較好的時間點 那 比較好的時機點是 你想要做 比方說你 你db query 你可能常常平凡的 有人在打你的API 然後呢你需要很快的 能夠去handle你 你可能每一面 可能QPS 大概在50到100好了 那你可能 第一個 第一個 query 它進來 那你的db query 根本還沒執行完 你就要去做第二個了 那你就需要做第二個 那它可能就會 如果你是用synchronizer 去寫的話 你就會一直排隊 那或者你是 做requestion session的時候 嗯 它也是需要 需要有hp gates 等待很長的時間 那這是 比較長 就是 在實作上 我們會遇到 需要用 那應該都可以用 Async Content Manager 的機會 好 那 這邊我大概 列一下就是 可以 可以 大家就是 多多去看的資源 那 因為我今天 想說 其實 其實時間還是夠 那 我原本想說 就是今天可能時間的關係 那我就 我就沒有講到 XS stack 然後 因為其實 XS stack 最主要的 目的是 就是 用來去 去 handle 我們的 exception 我剛剛 exception 可能沒有講得很仔細 它只是就是 我 exit 一 code 我就可以 handle exception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 自己創建 XS stack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些 複雜的 release 支援的 始作 對 那在 Python3.7的時候 因為 它跟 async column manager 一起有把 XS stack的 class 去 始作出來 所以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比較推薦的是 就是 在這個 這個網站 它是一個2015年的教學 那就是 大概跟你講解 XS stack 它是怎麼樣使用的 因為 其實 這一個 東西用的人 非常的少 對 那再來是 no context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 我曾經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 你現在想要 你現在想要 讓外部的人員去 call一個API 那它可能會 帶一個 file path 或者是 一個網址 那 那只有外部的人 會去 帶這個網址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 internal的API 那 你可能就不需要去 做開檔的動作 但是你在 同一個 同一個 function裡面 你還是用 with statement去 包起來 那這個時候 就是 no context的使用時機 你可以 就是 去條件式的決定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用 with statement 對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東西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 3.7的文檔看一下 對 那 async.io 它 其實在 panel 3.7 除了 async.com manager async.asset stack 以外 它還有 多做很多 新的實作 那 大家比較知道的 就是 我們的 async和 await 都變成 keyword 然後還有 就是 async.io.run 也 就是 新實作進去了 對 那還有就是 比方說 以前需要 async.io.get event loop 然後 然後才能做 就是 callback API的事情 以及一些 shortcuts 還有 在那個 就是 create server的使作 等等的 對 好 然後我花個30秒的時間 就是 工商人家我們公司 那我們公司 最主要是做 chap-up的平台 然後 然後我們現在 因為 客戶越來越多 然後 常常需要 常常需要 疊代我們的 前段code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找 正在找 Fultest的 engineer 就是 希望是 會 flex的 然後 也會一點Vue.js的 對 那我JD的link 先放在這邊 然後 這邊有幾個 我在做 我簡報的時候 就是 使用一些reference 那大部分都是 官方的文檔 對 那 底下最後一個 這個styleoverflow的 question 我大概解釋一下 就其實 Async Content Manager 在3.5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 你在3.5 3.6 你會需要 裝 你會需要裝 另外一個第三方的套件 那它直到 就是3.7的時候 才把 就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 即使做進 Python的Library裡面 對 那 你在3.5 3.6 如果你也要使用 同樣的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 參考這個 setoverflow的 頁面去看一下 好 那 我今天的 talk 就到這邊結束 好 那 現在是 問問題時間 感謝 謝謝 謝謝 Sammy 為我們帶來這麼好的演講 那請問在場 會中有沒有一些問題 你現在可以舉手發問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有那個 slide 對 有 可是 沒有問題 喔 沒有問題 我記得它上面還有兩個 垃圾留言 對對對 稍微是行 那 嗯 那 嗯 好 請說 喂 喂 喂 有聲音嗎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因為 你用async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那邊在用 缺乏用那個 web stocking 對 原因是因為用到這個 對 對 我想問一下 因為假如說 因為在 MatiThread 跟asyncIO 其實我自己有比較過 他們兩個效能其實 相差並不大 對 對 那為什麼 有必要使用到 asyncIO 而不是直接用MatiThread 來做這些事情 就可以解決了 嗯 用asyncIO 最主要其實我覺得是 呃 語法上面的實現的問題 因為你asyncIO其實 它就是單Thread 然後去做IO的切換 那MatiThread 或者它 因為Python本身有GIO的關係 所以 你實際上 你還是單線 單線成能在跑 所以我 並不覺得 實作上面 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用法上面也是 你今天 呃 需要IO weight的狀況一多 那你才會要去 呃 使用 對 那其實我 呃我個人啦 我個人是想說 呃 看我的套件去 它支援了什麼樣的東西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在一般 呃我們在我們實作上面 我們還是有開不同的Third 比方說呃 呃我有一個Third 它是要去呃 呃 呃 就是 呃WebSocket傳來的Message 那一個呃 呃 另外一個主要的Third 它是去呃 呃 做我收到Message之後 然後它要去執行什麼樣的功能 比方說我要去呃 呃 呃分析 分析我的文字 那甚至是呃 呃我要去把 東西轉交給呃 呃我的Message Queue 或者是呃 另外一個Service 它是在做NLP的功能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 你有問題 有有有 謝謝 呃還有其他人要發問嗎 呃 呃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個 Async它這個什麼時候知道要換人去做 什麼時候知道要換人去做 他是在呃 呃 Colonel 譬如說他就呼叫 Linus read ride去 知道說 喔我現在要等IO 還是說他有什麼 機制去知道說他有什麼時候要換人 呃 呃 就我所知是 呃 他需要去等待某一個 呃 呃 等待某一個 呃 就是 算是lock吧 對 應該說我們等待呃 呃 不是IO的事情 他他需要去運算的事情 對 他現在想要呃 呃 呃 去取得我 我可以拿來運算的這個 的 呃 使用權之後 才可以去執行 對 所以說呃 呃 什麼時候要執行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呃 呃 Io做完我要等待Event Loop去分配說 好我現在可以使用 我現在可以呃 呃 得到這個使用權了之後 對 他才會去執行 對 那他呃 怎麼知道我現在要等IO 我怎麼知道我這步下去會等IO 像剛剛你的get get 他可能還要先pux說 喔 你的URL是在哪一個domain 那個東西他可能不用等IO 那他可能是最後在shake要去丟這個真正get去 或是做完要做三向交往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去做IO 那他怎麼知道他要等IO 而不是說 OK的方權 假設他前面有100行都不用IO的 他可以直接做完 好像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呃 OK 對 對 好像沒有辦法解答你問題 好 沒關係謝謝 那麼因為時間已經到的關係 那如果有更多的問題 可以私底下再和翔澤聯繫 那謝謝大家這樣